当本该使舰载机减速停下的蓝猪锁突然失效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先来看这段画面 2016年的3月18日 一架ERC鹰眼预警机正准备降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甲板上 一开始进行的非常顺利 它的尾钩准确的挂到了第4号蓝猪锁上 但是画面一转 在蓝猪锁被拉到极限时 鹰眼却并没有完全停下来 反而是挣脱了它的束缚继续往前冲了出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甲板下方 所以它完蛋了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片刻之后它又从甲板底下升了上来 两名飞行员 一名在意识到出现问题后 马上把油门推到最大 并收回了起落架 另一名则迅速打开飞机上的迫降舱门 以防他们真的掉进水里面 可如此默契的配合和乘坐冷静的应对 反而让他们不需要再用到它 在重新拉起飞机后 他们成功的飞回了基地 拯救了自己 也拯救了飞机 绝对堪称满极操作 要知道 这可不是好莱坞的电影特效 当然说到满极操作 这里还有一个 2003年 一架FA18在降落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时 也遭遇到了拦珠所断裂的故障 虽然它没有那么幸运救下飞机 但是却依然训练有数的 在关键时刻弹射逃生 至少是救回了自己一命 不过此时危险却留在甲板上了 被拉到极限的拦珠所在断掉之后 正已超过1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往回弹过来 很少整个甲板 7名技术成员因此而受伤 其中3人还伤势严重 不过戏剧的一幕出现了 这名黄马甲平时一定热爱极限运动 只见他纵身一跃灵巧地躲过了 打过来的拦珠所 不止一次 而是两次 所以知道为什么伤手灵巧这么重要了吧